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1星期三 市這個月始終一直保持一個先低後高形態 而指數也終於出現一個突破 因為今天的指數先高126點 去到24,695 之後曾經一度再高見24,903點 即是已經突破了今個月14日的高位 24,808點 形態10月份當然是先低後高 從5號的低位23,674點 去到今早的高位24,903點 技術上今個月的波幅已經擴闊到1,229點 更重要的除了突破了14號的高位之外 指數也進一步突破了50和100天市 在形態上 技術上來說 這個勢頭是會進一步向上攀升 現在剩下的就是看成交減額 如果成交減額配合的話 指數再向上望的25,000 甚至9月1日的高位25,254 值得提的就是 整個大市由9月25日的低位23,124點 開步的 技術上的上升 暫時來說你就可以當作一個反彈 但當過兩天10天線再突破50天線的時間 市可能會組成一個中期反彈 兩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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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自己